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代表他的一些思想想法跟众人是不太一样的 欺杀来克他代表他的感情是不顺的 周围的这种男性的力量雄性的力量 对他这种牙迫感 他用这个偏印来画这个官杀 代表他想改变这种现状 但他改变不了这个社会 他只能改变自己 他就产生了一种变性的一种想法 就从女人变成男人 在这个辛亥大运的时候 他的八字里面你可以看出粘住财心偏财 他特别忘了他比较的早熟 但是他又走的偏印大运 那么代表他就没有异性缘 但是在地支又四骸冲 一马风冲身心忙乱 他就特别的蠢蠢欲动 就内心非常的躁动不安 最终就导教了他想做些事情 从后面他走人子大运 人子大运的时候这是一个劫财大运 劫财大运我们知道了 虽然水是用神但是天干见劫财 一定会夺财 就是丁任何把他的财心都合走了 他就破财就小人比较多 人际关系也不好 所以说他在这部大运里面 肯定是不光欺杀克他 就是男人欺负他 他的那些同伴的女性 也对他不利 他也不喜欢女的 还不喜欢女的 可以看流年在2009 这是一个极丑年 极丑年呢地支呢 你会发现地支是个丑土 其实还是个用神的 是吧 地支是个丑土还是个用神 因为这里面有个似火 有金加上丑土 似有丑三合金为益 可以卸这个胃土 几土的力量 同时呢也可以代表手术 因为这个金 特别是有金 他就可以代表一种手术刀 手术刀 然后呢这个似火呢为财心 代表花钱去做这个手术 这个手术呢 跟这个胃土相关 跟这个丑土相关 丑土为七杀 是吧 他就是一个他的一个木库 就代表他要躺在这个手术台上 去做这个手术了 而且呢 我们发现这个流年极丑 跟日主他还是天壳地充的 日主代表自己 代表自己的家庭 如果你结婚了 那么天壳地充 那可能会离婚是吧 或者是搬家 反正日主代表你自己 代表你的家庭 他没有结婚 他孤身一人 那么日主被天壳地充了 代表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变化 就是这么说 一种改头换面 改头换面 这一年呢 这命主就变了一个 做了一个变性手术 就是从女人变成了男人 咱们说日之未土呢 就是这个未土 它是代表内心 对内心那种压力 也代表下半身 他的下半身 他认为 对他来说是一种压力 是一种负担 他要去改变 被仇吐来冲 就代表下半身做了变动 就是变一般的变性手术 我们都知道 从男人变成女人 是比较简单的 就像我们说金星 是吧 金星 泰国的很多一些人要 他们可以从男人变成女人 但是你要从女人变成男人 它是非常非常难的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 实际上 他确实是花了很多的钱 花了很多的钱 去做了这些手术 而且他现在是走劫财大运 劫财大运也代表破财 而且前面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说 他当时之前感情也失败了 感情失败了之后 可能也是突然感觉到 作为一个女性 在感情失败的过程当中 这种压力 这种屈辱 而且他就他说 是被人诬陷了一些事情 诬陷了一些事情 可能对他的一种 作为女人的一种名声 也毁化了一些 所以说他就彻底想放弃这种女性的身份 变成一个男人 这个也是非常痛苦的 他之前找我策算的时候 他是一个男性的身份 找我策算的 后来他才 因为有些大运 男性跟女性是排法是不一样的 大运是对不上的 就是给他算的还可以 留年也可以 但是大运 说你这个大运干什么 干什么是对不上的 他后来他跟我承认 他是实际上是一个女性 变成了男性 所以是排八字的时候 我们还是按照女性来排 因为八字是你出生的时候就决定了 你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女的 那你肯定就要按照昆造来排 但是你变性之后你变成了男人 那么我们在分析你的事业 财运感情的时候 我们要按照男性的社会角色来分析 但是你的大运 一定还是按照女性来排 这大家一定要去理解 这节课呢 关于这个案例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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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